大家好 这里是一球几乎成名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成名之后第38期 我们呢还在第四 现在呢 集12分 还有几场比赛 还有三场比赛 三场比赛如果全胜的话呢 9分 21分 不用这样 两胜一负就可以拿到title 我们先升级再说 目前形势看来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有些队员没有合同了 然后不几张 从这场比赛开始呢 我就 因为我上期还是上上期 说过有一个哥们叫直播 不叫直播吧 叫建立宝宝 给直播宝做网告 叫建立宝宝 然后呢 他推荐我说 对风狗流的你要这个迎向球去跑 这样呢 你的接球员会这个拿到更多的空间 所以从这期开始呢 我后续的比赛呢 都是这么做的 然后这种方法呢 确实非常有效 然后呢 在比赛中慢慢打在后面的视频里啊 慢慢大家就会看到了 第一场比赛呢 第一场比赛呢 我们一开始呢 还是被人家死入了 这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不可能不被人家断球嘛 然后呢 貌似还在 继续 又是一个条川 阿奎罗 可以这条没有进 我们手抛球门球 差点又是被断 不过还好啊 是空下来了 最后还是被断了 人家又是很简单 一记直塞 四度离析 这回又进了2-0 这个怎么说呢 你这个迎向球跑呢 你控球会好一些 会增加你这个控球的时间 简单来说 你控球时间多呢 对方的控球时间就少一些 所以呢 就是被死入的机会呢 比原来大大减少了 但是 死入实在是太难防了 一般过去一个 一般七八成就进了 所以呢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呢 我们刚才也进了一个球 但是我踢的并不是很着急 包括后面的几场比赛 因为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控球的感觉的 不像前几期这个球到手之后呢 穿不了两脚就丢了 然后只能做死入什么的 这几场比赛呢 能控一些球了 即便最后这个比赛就是输了呢 我也还是很享受的 然后这个球运气也是很差啊 这个脚球让人家减的真是无语了 我们后卫脚后跟磕给了阿奎罗 无所谓了 然后呢 77分钟我们就把这个球断回了一八步 一个spin 然后呢 比如像 要是原来的话 我可能直接就这个死入过去了 但是这些比赛呢 我并没有 还是想多恐怖球 然后找一些稳妥的机会 但是呢 又被人家死入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死入这么难防了 因为你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碰到他的这个持球人啊 你看刚才那个进攻 他只穿了两脚就到我们小进去了 你让我在什么时候防他 最后那一下吗 最后那一下很危险的 你最后防他最后那一下心理压力非常大 防不好就就就就就进球就难道了 对不对 还好呢 刚才他大反击没成 我大反击反而成了 然后呢 进了一个球 这个时间呢 就是掉线了 但是我发现呢 应该不是我是对方玩家掉线了 所以呢 这场比赛 没有算 我们还是有三场比赛 然后呢 积多少分 呀 积十二分 四胜三负 然后呢 换回这套四三二一 另外还有想说呢 是呢 我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正好是这个 美洲的这个 找什么说 美洲的UT里的最佳队伍放出了 这期放出了蓝卡的梅西 然后呢 剩下的几个人 还有85个德赫亚 他们两个人相比较深 还有谁 还有波格巴 这期的这个 这个黑卡简直是疯了 而且 这个卡放出来以后呢 立刻就market crash了 这个好多队员的价格都跌的很厉害呀 像是 斯图里奇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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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斯图里奇 斯特林吧 好像是斯特林 我记不太清楚了 举个例子而已啊 比如他原来是10万 现在呢 已经跌到 不是10万 如果他原来是1万呢 现在已经跌到就是7500到8000左右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个微博上发这个信息了 说这个 会有可能会有market crash 大家如果需要想买这么球员呢 最近可以出手 然后呢 希望这个 后期这个价格还会涨过去一些吧 就像上次一样 但是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如果大家有这个微博的话呢 可以follow我的微博 因为呢 这个做视频的时效性毕竟小一些 而且也不太方便 所以呢 如果你follow微博的话呢 像这些信息呢 我都会在微博上及时的分享 如果帮助这个大家呢 能挣一些金币 然后能让后续的比赛踢得更好 然后呢 我们回到比赛 31分钟 我们2比0领先了 虽然对方玩家也有机会呢 但是我觉得我踢的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胡柯利用身体挤开了防守队员打进了一个球 像这种情况 我在进去里真的是不敢摁这个 就是 这叫什么剑 铲球剑啊 也不是铲球 就是 就是长传剑 防守的时候就身体碰撞那个剑 就是站抢那个剑 很容易就被吹点球啊 我上期还是前几期已经被吹了N次了 有一期比赛的这个名字叫点球嘛 然后我几乎每场比赛都被人吹一个 真的是乌宇啊 刚才那个solo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 中场结束之前呢 又被搬回来一个2比3 这个防守反击加速度真的是 哎 防起来很头疼啊 就是我还是减下去好多呢 我 我防下来的绝对比这个 他进的要多的多的多 这场还不是太明显 尤其是这期的最后一场 他虽然没有什么这个 到最后再说吧 我们还回到比赛 下面程刚开始呢 我们要是solo了得派 然后想传给这个中路的拉米没有传过去 然后呢 又被人家打反击了 忽客 然后呢 这个球我们还是很不着急的 还是尽量往回退 然后他如果没有什么传球的方法呢 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而比你冲上去要好一些 反而呢 我们拿到一次反击的机会 虽然没有进吧 但是 对不对 至少是从你失球变成有机会进球 还是很好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 这个球也还是很漂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选择射门 而是选择了传球 我可能是希望还是更稳妥一些吧 然后这个球真的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上来了 我还想就是稳一下 然后再把球传出去 直接就被他抢到了 比分被搬成了3比3 然后呢 又是萨拉赫 其实我们还不是很着急的 还是尽量在寻觅机会一把步 打偏了 差一点点 69分钟 还是我们进攻的机会 其实除了他在反击的时候呢 都是我在控球 虽然还是会被他反击 然后被他进球 但是我踢的很开心 我真的是不喜欢就是逼强 然后打反击那种那种方式 因为我喜欢控球 我不喜欢为了胜利而失掉这个控球权 即便是输了 或者这个 就是怎么说 嗯 背进的球多一些呢 我还是很享受这个 这种踢法和这种比赛的 这会儿又被人撕住了 4比3 不过不着急 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10分钟 我们继续在边路西方能发展一些机会 还有的一个好处就是呢 如果你迎向球过去的话呢 你的这个传控就会好一些 然后你的控球的范围就会大一些 如果你控的好的话呢 对方也不知道你后续要干什么 反而他的防守也会更紧张 然后更有益于你呢 再继续的控球 然后发展出更多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个 再次感谢一下这个叫健力宝宝的这个哥们 这个 哎 一下点醒 梦中人啊 控球这个增加以后 踢的还是非常开心的 这会儿呢 你看出来啊 他就是直塞我 然后他两个人 他也不知道干什么 最后只能选择一个不是实际很好的直塞 然后呢 我们还是把他防下来了 然后得配呢 有一次骚扰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在中小时先把比分搬回来 拉米在 哎 想要低的时候呢 还是被断掉 然后再想塞回去的时候呢 还是被后背断掉了 后面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球还在我们脚下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销 最后穿球的时候被人碰了一下 又抢回来了 其实他还是很着急的 因为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他这个就想 比如他断了来就是球之后呢 想快速把球出掉 然后反而呢 我们更容易把球断回来 所以呢 虽然这场比赛平了啊 但是呢 我踢的还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 对了 这场比赛呢 一共进了八个球 然后呢 我的射门次数也比方多 控球呢也比对方多 虽然最后 啊 平了呢 有些不甘心 但是 还是那句话 踢的很开心啊 然后呢 换回这套 四三二一 啊 四三一二 sorry 看看下一个对手吧 啊 是一套法家的阵容 我印象中 四三一二 对数是我八十三 前面顶着以布拉西风为期 然后左边卡瓦尼 胜利的人就都不熟了 然后后背呢 是戴维鲁兹和希尔吧 然后呢 这个对手就是 他呢 几乎没有空球 拿到球之后呢 就是死路 他整场比赛都一直在死路 几乎他所有的进攻都是死路 但是呢 都被我防下来了 因为他这个节奏踢的相对慢一些 所以呢 我这个后防呢 布置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所以防起来也相对简单一些 几乎这一期 我印象中上不上去 没有他的画面啊 因为他的死路我都被剪掉了 反正我也都防下来了 而且 相当的无聊啊 尤其是看这个剪视频的时候啊 一到他脚下去 翁就这个哼 就是跳船过来了 然后呢 十四分钟 我们科尔传回给中路 挂林再给帕拉西奥 一个甲扣回来 再传回给挂林 挂林呢 可惜差一点点 但是挂林的话就抢过来了 但是角度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球最后还是被他提出了底线 德洛西我们在后场就开始控球 他也不怎么逼强 他还是希望可能断我的传球路线吧 然后呢 所以我控起来相对就更轻松一些 然后呢 找这个空档呢 也更简单一些 像这个呢 我也没有着急传给这个瓦雷罗 而是等待设计传给一巴布 虽然他没有把球踢进呢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这个球帕拉西奥没有传给一巴布 然后反而回来了 我还是想找一些更稳妥的机会 想这个机会 可心 一巴布争口气好不好 这已经是下半场了 看他这就是他的节奏 他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一小loop through 像这个 这儿 就是帕阿西奥 差一点点啊 我们还是在中场进行传供 梅腾斯传给德洛西 我都看不过来了 大家慢慢看吧 刮林再穿回给中路 再穿回给游洛西 然后他也在向前跑 这会看到帕西奥有空档 穿给他打了个圆脚 非常漂亮 1比0 然后呢 我们不着急 因为已经领先了 更不着急了 穿给一巴布 一巴布那个 想推个进脚 还是被门将扑出发 但是呢 我们又把球断回来了 梅腾斯 2比0 90分钟了 他终于不死住了 然后利用速度在边路 我们这个产球实在是太着急了 然后呢 卡瓦尼拿到一次 偷球的机会 2比1 不过呢 没关系了 因为他进球的时候已经不失了 我们这场比赛还是拿下 整场比赛啊 我都没怎么看到这个 伊布拉西末尾棋 可惜了 这个几十万 几百万金币啊 现在呢 我们5胜1平3负 即16分 然后呢 再赢 还有一场比赛 如果赢的话就是抬头 但是肯定升级了 但是能不能拿到抬头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揭晓 好了 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